原本我是真的是 百分之百不可能再生 但是就是我房子裝潢好 然後那時候比如說兩年後 然後寶寶也已經上幼兒園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在衡量那時候的裝潢 因為我覺得現在不準 現在是一團亂 一堆變動的事情 我現在44 46 46 60幾歲都可以 我們做過年紀最大62歲 做了兩隊62歲的 是不是很心動 是不是很心動 你們是驚訝還是心動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會 做最後的決定 我等你 我等你 小喬那個起因是他常看的甜甜寶寶 他一直說怎麼辦 就說可愛成這樣怎麼辦 然後他就有一天晚上就講完這句話 就說我其實沒有放棄再生一個 然後我就 那個要不要想仔細 你要不要進來聊 我說實在我有三成是蠻開心的 因為寶寶真的太可愛了 那七成是想說不要不要 真的不要太累了 好累喔 我現在每天工作完回家 我再看到他 我就一個頭兩個大這樣 我真的好累喔 我要準備好帶小孩 我最近要開始準備健身了 你確定要生 我就趕快把身體弄好 欸其實沒有要生 你也是要把身體弄好啊 不是我要講體力問題 再怎麼快生第二胎 董哥有個快六十 這不要算 你看寶寶現在兩 假設兩歲 我現在五十六歲 國中畢業的時候是 十二年後 快七十了 對啊 真的退休 一個七十歲的爸爸去參加 初中畢業典禮 不知道那種感覺 我那天已經被叫爺爺了啦 我們多少會討論啊 對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他中間有反反覆覆 就是有 你們有想或沒想或 最後變怎麼樣我們知道 當然啊 三十四就高齡產婦了 這超夠童年啊 就是我覺得 有小孩或沒小孩 我覺得都不一樣 不一樣的人生 沒有說一定要生 或怎麼樣 最近我是有關心薇如啦 對啊我覺得很可憐 對啊 我自己都 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女生就太辛苦了 我結論就是女生太辛苦了